相反之战 为对抗关羽 为吴都出动了哪些人物 曹操芳 两位最擅长防守的曹仁与满冲坚守凡城 第一路援军 由当时吴子梁将之首的于晋 以及勇猛异常的关西网将庞德都七军救援 第二路援军由同位吴子梁将之一的徐晃率兵救援 第三路援军由吴子梁将之一的张辽从西县来源的路上 至此 除已经病逝的越晋与镇守陈仓防备汉中的张河以外 其余三人全部参战 而司马懿 蒋介 董昭 桓杰等谋臣在后方出谋发策 曹操本人更是亲至魔碑独占 东吴方 四英杰中仅存的两位 吕蒙 陆迅全部参战 十二虎臣仅存的人物中 除徐圣外 潘张 潘灯 蒋金 周泰 丁凤等其余五人全部参战 后辈名将 孙将 朱然 以及文臣诸葛锦 于帆等 刘备方 四方将军仅有关于一人参战 致名将领 也仅有后辈名将关平 以及沙场老将撂放 此战关于 秦于晋 沙芳德 翔京周刺手无休 南乡太守护邦 许都以南的两甲 陆魂群伴纷纷响应 曹操甚至打算迁都避弃锋锋 以致中原震撼 史书称其威震华下 在关于的锋芒下 魏无双方 可谓精锐尽主 纵观三国时 需要出动这种豪华阵容抗衡的人物 恐怕只有关于一人而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